日本罗纳杜来台秘重生 尊本贵姓 日本足球界对巴西足球非常推崇 他们曾经拥有一个可以跟巴西知名前锋 罗纳杜相比的天才前锋 可惜这名天才前锋在某一天突然失去光芒 现在也只是33岁 却已经接近一年没有球队收留 他就是尊本贵姓 对于日本足球界来说 尊本贵姓确实曾经是难得一见的天才 在世界级前锋难求的日本足坛 尊本贵姓在国中的时候已经展现天才级的射手本色 所以国中还没毕业就已经获得这一联赛上场机会 2004年3月13日 为东京绿英上场迎战盘田山叶 他以15岁10个月6天的年龄打破了这一联赛的最年少上场记录 这记录到了十多年后 才被现在的天之骄子九宝监英打破 不过这一联赛的记录至今还是由尊本贵姓保持着 不过尊本贵姓和东京绿英并不是只在刷数据 而是立即把只有16岁的尊本当作主力来用 而且在16岁生日前就取得第一个职业赛进球 当然也挡破了当时的最年轻进球球员记录 结果在第一个职业赛季就已经踢了27场联赛 进了4球 在东京绿英踢了两个半赛季之后 三本贵姓获得海外球会的邀请 而且是当时日本球员最希望去的一甲联赛 于是只有18岁的他 就在2006年夏天 去了刚升级到一甲的西西里岛球队卡塔尼亚 起初他只是在青年队上场 不过由于表现太出色 所以踢了4个月就提升到成年队 在2007年1月对亚特兰大的比赛 终于首次上场 三本贵姓在下半场39分钟上场 4分钟就取得一甲第一个进球 令他成为在一甲进球最年轻的日本人 这记录也是保存到今天 虽然三本贵姓在卡塔尼亚的第一场比赛 不久之后受伤 不过在2007-08年赛季 自己复出第一场比赛 就立即以一个进球和一次助攻 来宣告自己已经回归 可惜他在那一个赛季也只是进了这一个进球 还好之后终于在一甲发亮 在2008-09年赛季射进7球 在2009-10年赛季也进了5球 也因此获选代表日本出战 2010年世界杯决赛圈 可惜他始终没有上场机会 不过2010年夏天成为了三本贵姓职业生涯的分水岭 在世界杯没能上场后 他在2010-11年赛季也失去上场机会 于是他决定在赛季结束后转会 结果他加入了那时候升级到一甲的诺瓦拉 可是伤患开始成为他的负担 加上球队成绩和表现都不好 令森本贵姓导心也越来越低迷 在一个赛季后返回卡塔尼亚 不过他根本没有机会上场 结果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 选择离开意大利 却是选择去阿联球队艾尔纳沙体育 这时他只有24岁 却已经踏上养老的道路 虽然森本贵姓在艾尔纳沙体育 踢了13场进了6球 不过始终只是中东国家的联赛 根本不能够证明他的价值 于是他在2013年结束旅外回到日本 加入J2球队千叶世源 他在第二个赛季进了10球 于是引起J1球队川崎前锋注意 把这名逐渐远离球迷视线的 昔日天才带到顶级联赛 虽然森本贵姓在川崎获得9号球1 可是一直只是替补 两个赛季只是进了5球 结果他转到了J2球队 福冈狂风 在球队的三个赛季都没有踢出水准 在2020年赛季更提早简约离开 就在这时候 却突然出现他再次加入欧洲球队的消息 结果他去了希腊第三级联赛球队 AEP科扎尼 这次旅欧对所有人来说都很意外 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森本贵姓早就完了 反而在肺炎疫情下获得旅欧机会 虽然只是希腊第三级联赛球队 不过也算是意外 可是森本贵姓到了希腊之后 希腊因为疫情再度爆发而无限制停赛 等了几个月之后甚至决定腰斩赛季 于是森本贵姓在一场比赛都没踢过的情况下就要离开 三天之后 却获得巴拉圭联赛球队 卢杰诺体育的邀请加盟 不过他竟然在比赛都没能踢之前 就在当地因为这家商人还要逃逸而被捕 保释后等了一个月终于可以踢比赛了 不过踢了一场之后就再没有机会了 而且在2021年6月解约离开 只在巴拉圭抖留了6个月 这名昔日天才就此失踪了大半年 直到2022年5月才决定来台湾加入台装Futuro 希望现在还只有33岁的森本贵姓 能够在宝岛找到从前踢球的乐趣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